杀神一刀斩 这是断天牙与柳生弹马首的巅峰一战 也是幻剑与杀神一刀斩的首次碰撞 就在不久前 断天牙杀死了柳生石兵卫 还带着柳生雪姬私奔 彻底激怒了柳生弹马首 柳生弹马首带人来到雪山 拦住了断天牙和柳生雪姬的去路 打住 断天牙与柳生弹马首带来的忍者展开了激战 而身为恋爱脑的柳生雪姬 则是亲自对上了自己的父亲 柳生新鹰派宗师柳生弹马首 替断天牙争取时间 断天牙没有让柳生雪姬失望 快速斩杀了柳生弹马首的手下 与柳生雪姬一同对付起了柳生弹马首 柳生弹马首虽然武功高强 可以说是扶桑最强的人者 可他面对断天牙两人 却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其中柳生雪姬是他的女儿 已经得到了他六成的真传 乃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 断天牙来自中原 学习过伊鹤派的忍术 又拜棉狂四郎为师学习幻剑 武功更在柳生雪姬之上 因此柳生弹马首丝毫不敢大意 没过多久就用出了自己最强的绝招 杀神异刀斩 杀神异刀斩果然名不虚传 即便是断天牙的幻剑 也只能勉强做到自保 眼见柳生弹马首逼近身前 断天牙连忙起身反击 与柳生弹马首展开的最终对决 柳生雪姬突然出现 替断天牙挡下了致命一击 柳生弹马首中了断天牙一刀 虽然身受重伤却不致命 他趁着断天牙关心柳生雪姬的伤势 亮亮呛呛地逃出了雪山 而柳生雪姬因为伤势过重 直接死在了断天牙的怀里 成为了断天牙一生的遗憾 断天牙将柳生雪姬安葬后 当即对天发誓终生不娶 上官海棠听完断天牙的过往 总算是明白了断天牙 为什么与他保持距离 因为断天牙的心中 已经容不下第二个女人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 一个巨精帮弟子到来 带来了小林郑的书信 邀请断天牙与他一见 紧接着巨精帮帮主李正凯到来 表示他最近得到了王羲之的真迹 希望上官海棠能够赏脸 一起临摹观赏一番 上官海棠不好拒绝李正凯 跟着李正凯前去观摩自帖 断天牙则是按照约定 来到竹林与小林郑相见 而小林郑之所以约见断天牙 是要将柳生雪姬的短刀还给断天牙 这把短刀是两人的定情信物 从我离开东营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你是怎么找到的 小林郑告诉断天牙 当年断天牙走得太过匆忙 不小心弄丢了这把短刀 后面小林郑在一个山贼的身上 发现了这把意义非凡的短刀 于是小林郑替天行道的同时 将这把短刀给抢了回来 断天牙与小林郑相视一笑 将短刀别在了腰间 谁知这时吹来一阵白烟 断天牙立刻提醒小林郑小心 可小林郑还是防备不及 吸入白烟晕倒了过去 随后一个非裔人现身 手持武士刀杀向了断天牙 断天牙仅仅与其交手了几招 就知道自己不是非裔人的对手 不由地打起了十二分精神